台铁松山车站的二号月台 在下午两点多传出死伤事故 袁明当时站在月台上的男子 疑似在区间车近站时遭到列车撞击 当下没有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立刻施以CPR急救 随后将他紧急送医 台铁松山到南港站间 东正线一度单线行车 具体的发生原因还要调监视器进一步理清